你想了解你的前世 预观你的未来吗 你想亲眼见到你的前世遭遇吗 我今生为什么会遇到他 今生的他跟我在前世 为什么牵手又为什么分离 我的情感婚姻 为什么那么曲折 总让我痛心 我会平安度过眼前的难关吗 把你的问题交给两位大师 乙丹和贤运大师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观众朋友 下午好 7月27号下午的5点18分 欢迎您准时回到 我们正在直播的 Love and Five 活在5点 到了今天的国语嘉宾访问环节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 是REMAX的地产经济刘振元先生 刘先生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您好 主持人 您好 您好 今天刘先生来 肯定也是要跟我们聊一聊 有关房地产方面的一些话题 那么首先就要向您发问 咱们到现在为止 上半年大多地区房市怎么样 上半年我们的房市有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按我们入市房源来讲 相当于03年到04年的水平 就是说上市的房源量比较小 所以说买主他都需要竞争 你才能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子 说通俗就是抢要抢offer的 对 我们这个专业来讲 然后就说我们的房价 相对于去年来讲 是增长了有8%到10% 现在的就是咱们大多地区 平均房价在48万5到49万之间 已经这么高了 对 然后就说如果我们看一个专业的 这个图表数据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成交的增长 但是和我们这个人口 整个多伦多我们就知道 这人口一直也在增长 就是它这个比例还是长期来讲 它这发展趋势还是比较符合的 就是说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房价的增长 它是有支撑的 就是说您认为现在大多地区 这个房价市场还是非常健康的 对 然后就是说如果再从一个数据来讲 就是我们的支付水平 就是说如果一家你买房子 它有相对的费用 有本金利息 还有土地税 然后就是我们的水电的费用 这是一个房屋的支出 相对于我们的家庭总收入来讲 现在这还是维持在一个 就是32%这个水平 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们在91年到93年的时候 也是这个水平 就是说跟过去我们十年 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比较低的 就是大家供气房来就比较容易的 但是按现在的比例还是比较健康的 那么这有没有一个上限 说超过什么百分之多少 这就属于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历史的水平来讲 那看呢就是说你这个32%到35之间呢 还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市场 还是就是比较健康的 稳定的 这基本就是我们上半年的楼市表现 那么其实我相信这个房地产市场 跟房地产市场有关的很大一部分 都是这个经济上的一些表现 包括大多地区 包括整个本国的一些经济表现 也是影响非常大 今年以来呢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加拿大 它这个GDP呢增长呢 是在维持在2%到2.5的增长率 就是说相对于那些美国呀 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讲呢 就是说加拿大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稳定的增长的就是 然后话要说回来呢 回到我们这个GTA 我们大多地区呢 现在我们的失业率呢 就是是在一个7.5到8%之间 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就是说相对于前两年来讲呢 是有所下降的就是 这个一个是失业率 然后就说我们整个多伦多地区呢 它就是人均每周的收入呢 现在按今年来讲呢 是增长了3%就是 预计呢到明年呢能增长 就是每周收入 家庭的每周收入 能增长3.5%就是 就是说它这一个什么具体的数字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 按放到年收入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大多地区 平均家庭的正常年收入呢 今年已经达到了10万2000 每个家庭的收入就是 真不少 对 明年预计呢 就能达到平均一个正常的家庭 就是两夫妻 有小孩就是能够收入就是10万6000 所以说这个从经济总的方面呢 大的方面还到我们多伦多呢 都是还是一个稳步的增长的 所以说这个房市 健康的房市肯定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做一个后盾的 对 它还是有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就是 那么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经济还有一点必须要谈呢 就是这个央行加息的问题 好像很多人都在讨论 之前其实一直大家猜说 7月份7月19号之前这个央行 就应该是宣布加息 但是它没有 您觉得这个 它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加息呢 今年呢 这本来就是上半年 大家都一直在猜测 就说是不是4月份要加息 然后后来就说下半年 可能年中的时候要加息 然后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7月份 现在还没有加息 但大家对这个呢 都是很关注的 就是说它央行为什么还没有加息呢 就是这里边呢 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说我们通常呢 在这央行现在这个 对这个有一个通货膨胀率 就是我们现在呢 整个就是加拿大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呢 还是维持在2%就是 就是这个2%呢 相当相当的就是低的了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那个 如果对那个中国比较了解的 都知道 中国好多的物价已经那个 相对于去年来讲 可能就是涨了50%了 就是 就是2%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就是 但如果就说 但是这个加拿大 它这个央行呢 对这个还是比较关注 如果就是通货膨胀率 一到3%呢 它就会 马上就会加息的 这是一个方面 然后就说 因为我们这个经济呢 方方面面都是表现不错的 就是从下半年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一个 5年期的固定利率 就是它还是 是一个增长的趋势 就是 还是一个增长的趋势 当然现在还是 包括它这个 央行的基准利率 还有5年期呢 固定利率呢 还都是维持不变的 就是 所以说您觉得这个 短时间内 或者说下半年 最起码它肯定会涨 下半年呢 它还是一个增长的趋势 就是 那么之前我有听人说啊 这个央行有可能在9月份 或者10月份宣布加息 然后连续在12月份再加息 这有可能性大吗 就是连续加息突然间 因为它上半年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加息 这个呢 还是要看它这个经济表现 看这个 它这些经济数据 就通货膨胀率 它央行呢 它就做一个决定呢 通常它会有这些 它有基本数据支撑的 就是 它才会采取措施的 那如果这个央行 真的是连续加息 我相信肯定对这个房产市场 有很大的影响 对吧 对 那对下半年这个市场展望 您怎么看 OK 我们现在呢 说到那个下半年的这个市场呢 就是说 通常来讲 按我们多伦多地产局来讲呢 就是说 今年大概能成交在 8万8千套 到9万套之间就是 对 就是今年整个一年 包括下半年 就是 上半年的数据呢 现在还是 大概在 4万4万套 这差不多一半 不到一半 对 一半左右 就是 然后就是我们的上市量呢 就是 大概今年的收位低一些 大概整个 一年的上市量 在13万套 预计呢 明年会增加到 14万4千套 然后明年呢 大概就是 专家预测呢 可能这房价大概能 在4%到5的 温和的增长 就是 那么其实刚才您 您上节目也说了 今天上半年 这个属于放盘的 就是 放盘的比较少 那在下半年 您觉得这个趋势会 一直持续下去吗 还是说 会有所转变 对 这个牵扯到 就是我们客户 可能对我们客户 就好多 要买房 要卖房的客人呢 就比较 关键了 就是 从我们 这里边呢 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 一个从 基本的经济面来讲呢 就是说 现在是 好转的 所以呢 它这个利率呢 可能就会增加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 房价是在涨的 而且对这个经济呢 这个预期 是比较乐观的 就是 好 所以这两个因素 加起来呢 它就是 上市量会增加的 上市量一增加 大家可能就 不用那么辛苦 去抢奥份 希望是 但是 之前我们还听到 有一个消息说 有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 这个家国的一些 房地产市场 尤其比如像温哥华那边 包括多伦多这边 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就是 它可能已经出现了 一些泡沫了 房地产市场 然后有经济学家预期 这个房价有可能 在未来几年 会下跌25% 对这种 这种经济学家 他们这种预期 这种看法 这种想法 您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您觉得 会说这个房地产市场 会有这个小幅波动 还不会 会一直持续的 缓慢的这个上扬 还是说 会有这么一个 四分之一的 这么一个房价的跌幅呢 对 我觉得 作为一个房价的预测呢 还是要有一些数据 作为支撑才可以 就说 好 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 这个支付比例 就是我们家庭的那个 用于房屋的开支 相对于我们这个 家庭的总收入的比例 这叫支付比例 就是 它这个比例呢 现在呢 依然是维持在32% 就是我们10年以前 就是一个32%的水平 然后到了这个 95年到05年 2005年之间呢 它这个比例呢 稍微低于32% 就是那时候的房价比较低 对 相对于工资来讲 大家支付起来 都比较轻松的 但是现在来讲呢 就说 它还是一个 很健康的就是 一个很健康的数据 就从这些 上面这些数据 还有经济这些数据来讲呢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房价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就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请到刘先生 跟我们大概分析了一下 这个大多地区下半年 这个楼市的预测 和一些对策 那么 现在是下午的5点29分了 我们今天访问环节 到这里 必须要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刘先生 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 谢谢主持人 然后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刘佳恩带给我们 广东话新闻 一会儿再见